小话 看啥笑得那么开心 老妈 你知道 当主播遇到骗子后 究竟能做出多么厉害的操作吗 事情就发生在主播婉遇的身上 一时 通如往常一样直播的婉遇 忽然被一位自称是某个宝宝的队友所吸引 当乱起其身份的真实心时 对方开口便是一番可殊权先伺候 我一马给你查得到 国普白理所约的话 给他那个 给他好好设置一下 眼看队友如此厉害 婉遇也是二话不说 对方与之周旋了起来 最不想对方为了获取信任 目前期限公布了确实的后续更新内容 还摊起了几位主播的签约情况 其中就不乏不求仁和木桐等多位大佬 那不求仁是不是也是你签的啊 不求仁 所以都是我们签的 都我们签 不求仁签了没花多少钱 那个木桐签他的话 而且每月还给他花工资的 每月还给他签他花了三个亿 三个亿 留在高管队友 以为自己的行为天衣无放之时 主播接下来的一番迷魂喊问 竟让他当场播放 你看学了什么语言 我学过那个 西语言还有义语言 你们懂很多 其实我们什么都懂呀 紧接着 还将骗子拉进了刺激 与不舍人和鲨鱼的群聊之中 当场来了一波公开促销 那么 如果是你遇到了骗子 又会怎么做呢